早两晚,西甲竞女马体会就来香港,在大球场和杰志看一场有仪赛,不知道大家是否进场看? 我是没有看的,马体会还不是全球,加上本身对他们的印象是一样的 最终这场球,马体会有6比1,轻松之下大胜杰志 赢了这场球,应该在场球迷看精华片段,气氛也不错 特别是一群马体会的球迷入到现场看到,终于支持了他们这么多年 终于看到他们可以现场看到他们来香港踢 马体会一来,虽然还不是全球,但也有些球员,例如新加盟的 也有锤队,比如索洛夫,挪威中锋,也有锤队来的 除了索洛夫之外,马体会在这个夏天 在转会枪方面,其实也挺活跃的 我们经常说,这个转会枪似乎比较静的,但有些球队真的比较活跃的 因为英超是车路士,不用说了 马体会其实也不少了 索洛夫,挪威中锋 中坚也是帮西班牙拿了今届欧国杯冠军的 就像王苏家文的一样 这两单都花了,马体会已经超过6600万欧元 但还未止 现在有传,录影时间就是2024年8月9日凌晨3点 到现在这一刻刚刚看的新闻,仍然还未 但已经很接近完成了看测 将会签约,也已经球员同意了 只是欠缺仪式的东西而已 两个球员将会加盟 而且还在英超那边加盟 分别是曼城的阿均廷中锋 祖利安埃华利斯 还有就是车路士的中场 英格兰中场 江南加力查 双方面的转会费 也不便宜 如果你说就是艾华利斯 就真是贵了 艾华利斯没有记错的话 他就说是7000万欧元 就另加就是2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 哇! 就是说你知1亿 大概是1亿 就是36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 就是3600万欧元的浮动 就是3600万欧元的浮动 那你可想一下这两个都收了 只是再计算刚才那两单 哇!马体会已经花了差不多2亿了 差不多花了2亿了 马体会真的不划不划 或者又经常叫没钱 又经常叫没钱 又经常叫2亿了 那么多球员 当然了 集中在艾华利斯和江南加力查 这一集 两个英超球员 大家会觉得他们不看英超 是否浪费了 还是怎样呢? 来马体会 首先说一下江南加力查 江南加力查 一向都是车仔出身的 车路士的清分 车路士的清分产品 一直在车路士的青年军那里 都是不断地成长 那期间 你说真正他为人认识的话 就是开头 叫做多些人认识 就是他2021球季的时间 以借账身份 是效力当时还在英超的西部罗 虽然那一季西部罗是降班 但是江南加力查的表现是不差的 他在西部罗有正选中场 获得不少的上阵机会 也凭着表现赢得到那一季西部罗 最佳年轻球员的奖行 但是车路士人才仔仔 回到车路士也是没有的 之后一季就在外借 借账身份 效力水晶公 其实他效力水晶公的时间真的挺好的 那时水晶公刚刚就伟拉带队 刚刚伟拉来到那季 江南加力查就成为了水晶公 他的中场线的核心成员 伟拉是将他做一个重心的 江南加力查在水晶公可以说 带队是自由自在满场飞的表现 带到整条中场 真的可以告诉你 令水晶公成为一支 不是只是一支护级球队 是可以有些作为的 那季也令江南加力查的表现 成为那季水晶公被获选为最佳球员的那季 然后回到车路士 回到车路士 好一点 回到车路士应该可以担大旗 谁知道回到车路士 总是觉得他很差 跟球队的踢法有些很融入 甚至乎 似乎 当时他回到车路士的正直 不断换税 因为刚刚经历了油黄被制裁 就要脱手 保利来到 你也知道保利来到是乱的 经历过杜曹 还有杜曹 波达和林伯 几任的领队 虽然江南加力查 也是获得不少正选机会的 但是呢 大哥啊 这样换税频频的之下 怎么会适应呢 当然表现就不太好 也令人受到质疑了 喂 你是不是不够那些车子 但是呢 之后呢 虽然 但是 刚刚上季呢 江南加力查 继续留队 更加被委任为队长 做队长 获得不少上阵机会 但是车路士的表现 也是一般的 最终总算得到欧霸位 今届可以踢欧霸位 跟着江南加力查 入孙国队也有份 踢欧国杯 今届的欧国杯也有份 也是其中一个 是英格兰拿到亚军的球员 他不是主力 但是也是有份上阵的 好了 江南加力查 踢法又怎样呢 作为一个中场 典型 Boss to Boss 真是Boss to Boss典型 他真的是很有 不惜气力周围跑 在覆盖范围很高 他也可以在后上插入 进攻能力很强 意识很好 同时作出一些拦截 和比拼球方面 也很不惟于力 其实这类型的球员 在现代足球来说 可以说很吃香 真的 因为高效率的表现 也可以说是 转手围攻 或者球队的迫抢 是很重要的 很大帮助的 当然 你说江南加力查 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 水准不够稳定 而且始终 脚下功夫的方面 并不是十分厉害 如果要比较 当时 韦拉曾经形容过他 真的像以前的 帕罗瓦 即阿仙奴的中场 帕罗瓦 又或者真的像车路士的 名宿林伯特 为止的踢法 当然 林伯特 真的是 江南加力查 是个偶像 林伯特 也真是参考他的踢法 但如果技术方面 林伯特 再比他更好 但是 老实说 江南加力查 如果真的 技术 在现代足球来说 他的踢法 相对全面 全面 是工兵 但是 如果以一支球队 不是要着重 在中场上很细腻 甚至乎用他 而去做一些 比较坏势 或者是 帮手走位 拉空做迫抢 的话 这球员绝对升任 江南加力查 绝对升任 最记得当初 他带着水晶弓的中场 那些后上插入的进攻 其实是很好的 真的很好 说到江南加力查 如果以上季 他的表现 其实在车路士来说 他的表现 无论是手 还是手 都算是头了一群 即是进攻 助攻 创造机会 等等 这些 起码是全队来说 排第二 甚至在防守 争俗方面 即是担保 拦截 拦截 抢截 还有 取回控球 这些 全部排第一 即是可以说 上季来说 比较比较比较 彪青的那位 真的是江南加力查 整个车路士 车路士放他 其实老实说 江南加力查 不是很想走 一直以来 表态都是想留队的 但是内行 你也知道 刚才所说 你车路士的老实是瘋的 保利 这个美国佬 真是不懂 肥仔车神来的 他真是打算 玩好 签下签下 不断签有始 或者签一些年轻球员 十多二十岁的那些 哇 糟糕 原来有些叫FFP 或者PRS的东西 那怎么办 咦 江南加力查清分 零成本 买出去 纯利润 那就买 不断去买清分 所以 你没错 江南加力查 江南加力查 都受到韦斯咸和热刺的垂青 他们都想签他 但是江南加力查 就说不想留在英超 即是留在英超 就踢车路士 如果不是就不想留 所以 他有偏要走 去国外 马体会 哇 那就对了 对吧 江南加力查的踢法 就是绝对对马体会 就是 他的踢法 又可以踢 不同位置 逗后防中 或者百号位 甚至要放他左右中场 那些 他都可以的 老实说 斯蒙尼尼就最爱 最喜欢 最爱 最爱 而且他最爱 的球赛 参与度 无论功手方面 也大 所以 在马体会的架构来说 江南加力查 绝对有能力 占一席位 你想想 马体会中场 队长高基 迪保罗 马高斯 劳兰迪 再加上 年轻人 巴里奥斯 还有比利时 华美伦 等等 这些 干拿加力查 以马体会 如果是 正中场 三个中场的话 他绝对可以 一场球 马高斯 罗兰迪 很多时候 被他放在右翼位 干拿加力查 拍着高基 和迪保罗 全合了 因为华美伦 也是细利的方面 那时候 华美伦 签回来的时候 被形容为 新恩尼斯达 那么 巴里奥斯 曾经 叫做 踢过皇马清分的巴里奥斯 还年轻 如果要即食的话 江南加力查 拍着高基 拍着迪保罗 全合了 绝对不受 没有出场机会 所以 在马体会的话 绝对 选对 选对 好了 另一个 埃华利斯 祖利安 埃华利斯 埃华利斯 在曼城 过来的就是阿根廷仔 现在和巴里奥斯 也是24岁 之前在阿根廷本身阿甲的 劲女河床 踢起了 开始踢起了 然后 第二年的时间 来到曼城 当时 来到曼城 大家想着 他应该是 有阿霞在那时候 想着做阿霞的后比 的确 最终也是 然后 又赢了 赢了 世界杯 赢了 美洲国家杯 这些 自己在曼城 也赢了 赢了 赢了 人生勝利组 再加上阿根廷 赢了世界杯 两次的美洲国家杯 哇 还不是赢了 阿甲那里 河床那里赢了 阿甲 差不多赢了 好了 那 来到了 现在 就算 上季 艾华利斯 其实他真的 表现 一直都很稳定 上季 入了11球 9个助攻 不差 但是 老实说 艾华利斯 他真的 要走 纯粹不是为了价钱 而是纯粹因为 他要担任主角 我们先看他踢法 踢法上面 艾华利斯 老实说 就算不是为了正战头的人选 他偏了9个半 其实他的可塑性很高 即是他可以踢左右两翼 也可以 退后一格踢9毫半 也可以 正战头也可以 最好位置就是9毫半 所以 其实如果当时 曼城姐妹回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 会不会 例如是迪布尼 或者科顿那些 做轮换 用他 反而不是夏兰特 会好些 当然 试过 迪布尼不能出他 也不是十分好 因为踢法问题 最终 现在艾华利斯 在踢法方面 你看到他 速度不差 变速也挺快 再加上脚下功夫 勢力 比波方面 那些阅读球赛能力 挺好 还有射述 射述 射述方面 有些保证 始终也是一个 进攻球员 加上艾华利斯 那些走位能力 其实是不错的 他很多时候 是那些 他不是说十分高大的 走位很灵活 走位很灵活 1米7 但走位很灵活 很多时候 不知道在哪里擠了进来 因为接应 随时就 到炉门口 接应就进入了 所以 如果你说在 曼城 其实他有他的位置 不过 没办法 你再看曼城 为什么放走他 曼城是什么前锋 进攻球员 不要说前锋 夏兰达 科顿 杜古 基里薯 新加盟的沙维雅 还有阿博 逐渐上位的阿博 哇 你只是这些 你还没计算右边 可能偏右边 有时候打个比较 比如贝拿道斯 迪布尼 这些 你还没计算 其实 老实说 艾华尼斯 曼城 放得他走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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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放得他走 也没有死错 一定是自己用不着 真的用不着 觉得放得他走 可以了 没问题 我一定会觉得 在这方面 对球队来说 不会太大损失 但来到马体会 艾华尼斯 是否一个好的 艾华里斯当初说要走就是因为要做主角 他要做主角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 不是说在曼城那样 谁不行我才放进来做配角 赢了冠军都没人记得他 好像经常觉得 拿了欧联永远记得迪布尼、夏兰达 甚至贝拉道斯华、科顿这些 都未到艾华里斯 他就要担任这个角色 就是说人家要想起这阶段 立刻记得我 他要做一个最终的 最主要是围着我转 或者在一个角色上面 可以再多一点 但是老实说 曼城真是很难的 哪有这么容易 来到马蹄会又如何呢? 老实说马蹄会 你问我会不会看好艾华里斯 个人觉得他不乏上阵机会 但如果你说效果 还是要先看好一些 艾华里斯这个球员 虽然说他赢过很多奖 这么年轻 但是还年轻 还有很多时候在球队问题 不是说要抹杀他的负出 不是抹杀他的贡献 但是你想想他在阿根廷 在阿根廷也好 在曼城也好 有哪次他是担正 所谓担正是什么? 真是担做一个最核心的位置 都是配角而已 很多球都入身的 大部分 不敢说全部 都是感上添花为主 不是还要入球 而是感上添花 就是说 这些比较luxury 好了 至于到他担正 有没有担正过? 有! 刚刚奥运就是了 刚刚奥运就找他担正了 阿根廷 但是他的表现 真是令人失望 一般的 最终八强出局 那你说 艾华里斯到现在这一刻 被人觉得你担正的话 那你有没有表现给别人看呢? 难怪马体会签了 他回来很多马体会球迷 即是当地那些 网民就说 哇! 怎么会这么什么? 5倍价钱? 当初他去曼城 也只是1400万磅 现在你差不多 9000多万 签他回来 就是傻了 当然了 不会看四个球员的24岁 还有什么? 还有些空间 可以叫做 进步 加上斯蒙尼 对于处理这些同乡 如何去调教他们 都有一手 说到斯蒙尼 就是马体会 今个夏天 这么积极 没问题 斯蒙尼 踏入第十几个年头 在马体会 他也算长命了 已经连续十几年了 但是近两三年 已经不断被人说 喂 斯蒙尼的成绩好像一样 成绩好像一样 踢法开始 套路了 搞不成了 班主力 开始露了 老实说 开始真的要什么 都要变的了 斯蒙尼可以不变 但是这些阵容也要变的了 今个夏天 马体会又走了不少人 包括黑山的中坚 沙维 西班牙的前锋 摩拉达 荷兰前锋 迪比等等 这些球员 要换血 当然 以上刚才所说的 这些全部都是三字头 换血 不出奇 换入那些 索洛夫 还有 伦罗曼 还有 现在这两个 赶納加力查 还有艾华尼斯 这些全部都是当打的 正好 预计未来的阵容 就这样 当然这两位球员 肯定先加盟了 现在只差最后一部 如果你说 刚才所说 也绝对没问题 高击队长高击 近年都多了一箱 而且开始都要慢慢退下来 年纪大了 就是要做一轮换 艾华尼斯 踢前面 还有基沙文 再拍了索洛夫 如果索洛夫拍着艾华尼斯 就算是双箭头 把基沙文放进附峰的位置 前面就是索洛夫拍艾华尼斯 一高一矮的组合 其实都适合 所以你说 马体会 接下来这一季的阵容 那个 机会大不大 其实都不容忽视 不容忽视 不过也要看新兵的融入 例如干纳加力查 去到西甲的适应程度 以及艾华尼斯 是否真的 都是这样踢 在位置上 也是 好看斯蒙尼的调教 排阵 尽管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好了 今集时间到这里 喜欢这一条影片的朋友 麻烦点赞 点赞 订阅这一条YouTube频道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YouTube 按下小链收通知 正常来说 有新节目和Live 都会出来通知大家 还有follow mypatchel 来远路的IG 因为逢有新节目和Live的预告 我都会在IG上出post 亦会订上IG story 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